痛风案例 埃利克斯患痛风六七年之久 每回天气转变皆容易发作 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起初只是大拇指关节肿胀与疼痛 见延伸至膝盖 手肘 骨盆也相当疼痛 后来痛到不能走路 连站立也不成 只能吃西药来控制及止痛 因多年吃西药没有见根治 后来改看中医 起初有点好转 但之后同样未见改善 于2018年7月到原始点服务站寻求协助 志工按推我的脚背隐状肌 臀部 剑椎 及手肘相对应的原始痛点相当疼痛 志工详细解释症状之出现 皆因尤其体伤 只要正确处理好体伤 将以持续补充内外热源 令身体热能上升 症状自然得以解除 我平常习惯晚睡 饮食偏寒凉 欠缺运动 心情不稳等 皆令我热能不足 故我依循建议做全面生活改革 包括全面停止所有药物及保健品 饮食依照舒适寒热表 减少寒凉饮食 每天以一磅有机浆包两公升水全天饮用 学会自己按推 每天做长时间温敷 每天爬楼梯 先从五分钟坐起 起初爬两分钟已喘得厉害 坚持每天继续爬 习惯后以两节一步 每天爬十分钟 睡眠时间尽量早睡 提醒自己要保持心情愉快 处理约一个月后 痛风之一切症状已痊愈 自觉体力已大为上升 没有之前容易疲劳 一年下来 即使遇到转剂 天气变化大 痛风自始再没有复发过 我希望分享这个案例 祝一些受痛风困扰的朋友 理清医学之理 并做明智的选择 健康是可以自己掌控的